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黑眼圈是现在起年轻人最常见的一个症状 黑眼圈可能跟大家的熬夜呀 还有跟基因本来先天性的一些因素有关系 我们临床上呢 对于黑眼圈的去除呢 主要采用两种 一种呢是用纳米脂肪填充可以改善一些 另外一种呢用一些小的细线 然后因为我们的提拉线它是PPDO的一个材质 它可以刺激我们胶原增生 甚至于可以给我们的真皮层啊 然后给它一个加固 而且可以引起我们的胶原纤维和弹性纤维的一个增生 这样的话我们的黑眼圈就能改善一些 但是黑眼圈的改善 最主要的还是要改变我们的作息时间 我们下期再见